收到CIB的線報 專門買賣軍火的火牛 為這間酒樓做交易 火牛每次都會帶著兩個新的男人 去做買賣 她的新的男人 都沒有案底和劍衫面好 我們在現場要收拾衣服 看清楚才行動, 儘量避免拚火 我買了什麼? 讓我們來交易, 安心 收到 先生, 在哪兒請 火牛 打魚油再放你往這邊 隨時可以行動 魚仔還未到, 先好 先保住 紀朗, 接著看看有什麼消息 收 打魚準備遊走, 隨時可以行動 別動, 還不知道這槍在哪裡 收到 你不好意思 不要緊, 小心… 阿蕊, 看電視 手上一身 火牛 什麼事? 阿蕊, 手上一身 沒力氣… 火牛 魚仔出現 阿勝, 行動 阿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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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這裡 抓四個犯, 出動一隊SDU 雖然有驚、冒險, 但差點出事 還要收拾十幾宗市民投訴 可否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余學禮 阿蕊, 我想問你這份報告 是否照當時的情況寫出來 是 那為何在行動的時候 你不聽命令去做事? 因為那時候情況危急 我看到疑犯想伸手入袋 我懷疑他有槍 所以馬上出手制服他 結果呢? 結果我犯身上沒有槍 我判斷錯誤 判斷錯誤? 你現在很清楚 在現場的判斷應該交給警察 而不是你 展Sir叫你保持 但你不聽施智行動, 這是錯 潘Sir, 我想先發制人 避免不必要的搏火 潘Sir, 我可以證明 因為阿蕊抓到一個主犯火牛 才引到兩個大槍的英俊 露出馬腳, 我們才可以發言 但是作為警察 我也希望我的隊員 在行動之前才會回我一聲 展Sir, 如果我的犯真的有槍在手 我知會得你來, 我被我的犯打死了 如果我的犯真的有槍在手 我相信以我們的訓練 一定可以在他開槍之前 及時阻止到他 現在不是阻止不阻止的問題, 展Sir 問題是我跟你根本合不來 如鶴禮 Sir, 我和徐家明、郭德偉 已經進入了紙申請調組 我想問什麼時候會批 我們有很多方面作出考慮 不是你想調職就可以調職 那為什麼阿蕊可以即時調去CIB 因為他的案子跟你不同 阿蕊龍, 我們打船給阿袁勝職 所以才安排他去其他部門鍛鍊 況且他跟了CIB的譚Sir 譚Sir也很欣賞他 所以才可以調職這麼快 但是… 足夠了 我們在天銀裡面, 一定合作互間 我不希望下個行動 有同樣的情況發生 如鶴禮, 我希望你成熟一點 是, Sir Dismissed 是, 阿蕊龍, 他是你一手帶出來的 有機會跟他聊聊天 我會, 再見, Sir 阿蕊龍, 再見 小人 我有什麼可以幫助你的警察 今晚一頒一碰來聊一會 我沒有空 我都覺得我沒有行動 我做什麼事, 應該不用支援你 謝謝 昨晚灣仔餐廳發生了謀殺案 我們已經接了幫,幫我記者跟進調查 大家先看看資料 在B秉之前 我想介紹一位新同事給大家認識 相信大家會認識SDU的一張手 莊卓員 從今天開始,他會正式調入我們CIB 興為大家合作愉快 大家好 你就是莊卓員了嗎? 我們可以拼堅作戰 你好,你做個臥底 對於CIB的工作一定很熟悉 以後要多多指教,我會跟你學習 阿玥,你快點配合一些東西 這案件事你有份跟進 是,Sir 好,立刻開會 死者黎耀炳,花名肥佬炳 是灣仔肥炳餐廳老闆 有社團背景 在生竹部之後 在餐廳連中四槍致死 餐廳裡沒有任何財物的損失 根據O記那邊的資料 就說死者之前是行股滑的 不過近幾年就修煉了很多 轉向來搞飲食行業 但是那間餐廳 不時也會有社團人士出出入入 我不用審了,真是尋仇 很有可能 報告說肥佬炳在胸口中第一槍的時候 已經死了 要不是尋仇 根本沒必要在同一個位置多打三槍 兇手一定很討厭肥佬炳 我不管什麼原因 一定要起稱肥佬炳的底 總之跟他有密切關係的人 全部列為調查目標 是, Sir… 你這麼聰明 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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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屋子很整齊 我這麼乖,你會不會有獎勵表示一下 那就看看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 聽說每個炸彩人在離開STU之前 都會射穿一個陰暗眼 我想要那個,我想要那個 怎麼了? 不捨得給我,這麼撲寒劇 你不是說這個? 是呀 寶寶,你很聰明 五號紙也射穿了 這個五號紙不是我打的 是Tiger哥打,是他臨走之前送給我的 那你那個人呢? 我離開STU之前沒有打銀仔 為什麼? 因為我想讓你試試看 看看能否戴得下 戴不進去 就是說我用個大一點口徑的子彈來打 這樣才可以讓你帶著來做結婚戒指 算你了,好,我等你 好,答應你 我洗澡 寶寶 別擦亂了 來吧 今天是你們第一次約到CIB 怎麼樣?習慣嗎? 也沒什麼習慣了 是呀,我之前也做過CIB,很快就回手 我知道CIB是不用塗槍的 沒有塗在身上,你不會不自在嗎? 那你就錯了 我裝卓員只會失去你身邊 才會不自在而已 沒有其他東西都可以 還有就是CIB的探員是可以自己選擇 拖槍或是不拖槍的 那你一定是拖槍 那你又錯了 又錯? 我是選擇了沒有拖槍的 因為我覺得沒必要 沒必要? 如果你不拖槍的話 你的槍法就會替你報告 你怎麼敢看我? 我的槍法就像我對你的愛一樣 是不一樣的,是不會減少和退步的 厚花花 不是啦,就是現在你還要一點點水準 你快點把你的槍法傳給我 其實開槍就…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得好 那…我下次再教你 不要啦,我的Moting目標的成績很差 你作為男朋友,你是不是應該做點事? 對,是我應該做點事的 那…我找一天再教你,是嗎? 因為我真的很累 不要啦,今天…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拜託… 寶寶… 裝作完,你今晚不教我,我們就躺在這裡 好,好,我教你了 那就乖了,來吧 拿槍的姿勢 你個人要有一點點向前傾 前準星向著目標 後準星看出來是重疊了 那就代表你向著目標了 但是開槍要準確 其實最重要不是用眼看 而是用耳聽,以及用心去感受 前面放了兩個杯子在這裡 待會我會用小銀子 丟進去那個杯子裡 你閉上眼睛 當你聽到哪個杯子發出聲響的時候 你立刻舉槍指著它 好 OK 準備 棒 棒 棒 唐師傅 怎麼了?寶寶,為何收拾? 沒有,我剛才跟你說過很累 累得收拾 對不起,寶寶,趕快去洗澡 追蹤北美TVB Anywhere的官方IG和Facebook 最新藝人活動資訊告訴你